服饰也许是一个时期精神侧面的体现 一部服装史也就是一部浓缩了的历史 我们把建国以后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服饰联系在一起 从这系列服装表演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47年历史的沧桑 但我们更可以看到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奔腾的步伐 同学们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国庆节 对 国庆节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们买礼物啊 当然有了 我妈妈给我买一套新裙子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47年前的今天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 推翻了三座大山 一位伟人 毛泽东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此 中国人民挺起了胸 站直了腰杆 那个时候他们最愿意唱的一首歌是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军的人你好喜欢 来 看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乡的祝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书 平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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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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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九七九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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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